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突发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 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现在就是2020年的5月18日 星期一 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一组与中国有关的时政和财经消息 那么第一则消息 也就是头条了 不提武汉 不见中国 不说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究竟拿什么查缘 究竟查什么缘呢 世界卫生组织5月18日 今天就将召开历史上头一次的视频大会 具体来说就是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地点 日内瓦 时间 当地时间18日中午12点 那么北京时间就是18日的晚上6点 美国东部时间就是18日早上6点 以往的世界卫生大会通常要开三周 那么这一次就大幅度的缩减为18日 19日两天 那么这个背景当然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 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就已经夺走了31万条人的生命 感染接近470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在5月15日就对这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第73届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这将是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创建以来最重要的一场世卫大会之一 那么这一次会议为什么重要 我今天就会做一个重点的介绍 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 这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 预计将批准由116个国家支持的关于新冠病毒爆发的独立调查议案 就是说相关的议案的草案 有可能在第73届市卫会议上成为一个决议或者是决定 那么这个议案的草案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媒体一般就认为在进行投票之前 文本还会有变动的空间 在我上传这则视频的时候 世卫大会就正在召开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部世卫的官网来看一看现场的直播 那么回到这一次大会的重要性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独立调查议案的草案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这份草案的基础是来自欧盟 最新的支持这份草案的组织是非洲集团 及其成员国 那么可以简单理解成为 北京的非洲好朋友们 在会议开始前的最后一刻 也签署了相关的支持协议 因为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对疫情的独立调查 当然非洲集团的加入 就使支持草案的国家达到了接近120个之多 这些国家中还有俄罗斯 俄罗斯一般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对中国的抗疫防疫 持赞赏态度的大国 同时也包括与中国开通了绿色经济通道的韩国 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里 支持议案草案的国家里 没有中国也没有美国 但美国对欧盟提出的展开独立调查的动议 是持支持太多的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伦伯格 在5月15日就曾经表示说 我的希望是我们能够加入共识 那么会议之所以重要 根本的还在于这一次议案草案的内容比较重要 至少是听上去看上去显得威为大观 那么这个备受瞩目的 由欧盟提出的议案的草案 一共是8页 包括对逝去者致哀 回顾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 呼吁各国紧急行动等等内容 那么最核心的还是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提了11项要求 其中第10项要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了 我在这里就直接来念 那么总干事就要求与会员国协商 适当时尽早逐步启动公正独立和全面评估进程 包括酌情利用现有机制 回顾总结在世卫组织协调下国际卫生领域 应对COVID-19或者说新冠病毒工作的经验教训 需要回顾总结的经验教训 在文本上一共是4点 其中第4点就比较关键了 世卫组织针对COVID-19新冠病毒大流行 采取的各项行动及其时间表 并提出建议以提高全球大流行病的预防防范和应对能力 包括酌情加强世卫组织突发事件的规划 那么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在这里独立这个词您是可以听到可以看到了 那么整个草案的证文中其实也就这一次用到了这个词 独立 那么同样这里用的是评估 英文是evaluation 整个草案其实也没有使用调查这个词 那么在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要求中的第6点 看上去也是非常重要 值得关注 那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下 那就是要求总干事继续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受益局 联合国粮食级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以及各国密切合作 根据卫生一体化的方针 包括透过开展科学合作实地考察等工作 查找这一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 就包括中间宿主的可能作用 那么在这个文本里英文的表述是 identified zoonotic source of virus 那就是查员了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 查员的调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的 或者说至少是高强度参与的 因为以上我刚才提到的这一次的会议 对世界卫生组织和总干事有这样那样的要求 所以相关议案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这份议案的草案里就没有提到中国这两个字 更没有提到武汉这两个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感觉世界卫生大会这一次讨论的是一场 与中国没有关联的全球大流行传染病 当然舆论一般认为 这种怀柔的操作就是为了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国家 包括非洲国家来支持这样的一份议案 那么很多朋友对这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有比较高的期待值 那么您可能要重新理理思路了 我前面刚才也提到了这份议案的草案 看上去比较怀柔 那么说到怀柔就有必要再提一提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就是第一个要求对新冠病毒来源 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 这引起了中国的愤怒的抗议 北京就指澳大利亚对中国发动了所谓的政治攻击 那么比澳大利亚晚一点 欧盟也要求进行相关的调查 但对北京就采取了更加和缓的态度 因为多方面的考虑 因为受到了来自北京关于所谓关税方面的压力 那么澳大利亚的斯科特莫里森政府 就将其外交的游说努力 转向了支持欧盟的这一份建议 那么澳大利亚此前那非常的强硬 它甚至要求独立的调查 这个独立的调查必须由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的机构 来主导和实施 但是显而易见的澳大利亚放弃了这样的要求 在前面提到的这一份 澳大利亚也全力支持的议案的草案中 除了明确世界卫生组织在查员中的组织作用之外 文本上还有多处明确表示 确认世界卫生组织的关键领导作用 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和协调 全球全面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方面的主要作用 以及会员国在这方面的核心努力 简单说吧 这一份草案在文本上可以说是 文从自顺 面面兼顾 但是已经全然不是澳大利亚此前相关的提议 相关的要求了 综合来说 这份议案的草案因为做了很多弱化的处理 所以从理论上看 通过并成为决议或者是相关决定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即便通过 效果又能怎么样呢 能否真的推进所谓的查员的工作呢 目前来说并不乐观 前面我刚才提到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伦伯格在5月15日就表态 我的希望是我们能够加入共识 但是现在是18号了 而且马上就要开会了 还有20分钟 那么美国的名字还是没有出现在支持议案草案的名单里 所以呢 各界都有猜测 那么根据美媒此前的分析呢 美国另起炉灶取代世界卫生组织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即便世卫来领衔做所谓的查员工作 特朗普也未必来买账 同样的在支持议案的这个国家名单中也没有中国的名字 所以呢 这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 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康斯敏的说法呢 就有比较强的代表性 他说呢 如同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次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与遭到批评的程度 任何替代机构日后也都会有类似他们的遭遇 那么他还强调 一个排除了中国而能有效的运作的全球公共卫生机构 实在是难以想象 那么最后呢 我想借用中国之前一句套话 往往会说 这一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是一次古今的大会 是一次胜利的大会 那么我们得问一问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会开成这样的大会吗 接下去是两则简讯 第一则简讯台积电停接华为的新订单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18日的最新报道呢 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 就已经停止接受华为技术的新订单 那么直接的原因就是 美国政府5月15日强化了事实上针对华为的禁运措施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5月16日的报道 那么由于很多基础半导体的供给被拒绝 华为的5G手机开发等就预计将会受到影响 那么中美围绕高科技主导权的竞争 还进一步的激化 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也越发明显 第二则简讯 中国房价涨了 那么路透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5月18日今天公布的数据进行了测算 4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指数 实现了年增5.1% 那么虽然创下了近两年的新低 但涨势就已经持续了55个月 与3月份相比呢 涨幅更扩大了0.5% 为半年以来的新高 那么数据就显示呢 中国一线的城市 北京上海深圳 4月份新房价的价格指数较3月份 分别为下跌0.3% 指的是北京 上涨0.6% 那是上海和持平 那么这是深圳 是4月份的数据 那么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呢 就延续了微涨的态势 但总体仍比较稳定 那么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回温呢 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就介绍了 随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向好的事态进一步的巩固 经济社会秩序进一步的恢复 因为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 就进一步得到释放 那等于是在给房价涨来吹风呢 那么以深圳为例呢 深圳3月份的房价依旧是上涨5.2% 还创下了三年来的最高涨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大洋新闻频道 突发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的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 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和转发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对我进行打赏 最后呢 也非常期待您一部大洋新闻频道 看看我过往的采访报道和综述 特别是在武汉封城期间 我对武汉的居民 对武汉市卫健委 武汉市的民政局 武汉市的第九医院都进行了相关的采访 欢迎您去看一看 好了 朋友们下期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